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一個月拍一次新玩意化妝 其實會不會太過頻密呢? 但手頭上我又真的存了很多產品 都是你們有興趣想知道上妝效果 或者聽聽我的用後感 例如手頭上這個韓國的四色遮瑕膏 很多人都問我好不好用 既然種類和數量都已經足夠化一個全妝 如果不拍的話 遲些又會再吵一堆 很多都會石沉大海 所以不如拿起相機再拍一次GET READY WITH ME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今天我的妝容用了什麼新玩意化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開始吧 我想大家最近都見慣我的素顏 所以第一步馬上戴了Coin 這個角度看不看得到呢? 它是啡色的Coin 上面有些金色閃粉 戴完Coin就塗Primer Pony Effect這一款非常多人問我的用後感 擠出來是比較稠的Lotion狀 推開不會很有負擔感 都很舒服 用了幾次之後 我沒有太大特別的感覺 它不是不好用 但也沒有特別好用的地方 令我覺得這個很棒 它是會有光澤 不會太泛白的 它的香味也是韓國的護膚品味道的感覺 它是防曬系數SPF50加PA 4個加都挺高的 然後有一點油潤感 所以如果你是混合機有機 反而應該會更加不喜歡它 如果是我乾肌的話 我不介意用 但又沒有去到喜歡到 很想很想用的感覺 遮瑕方面 今天我會用到這兩款 KP的這款遮瑕膏其實很出名 你看到一邊是三文魚色 一邊是黃色 它是做到一個很好的調色效果 對我來說它只做到調色 不是可以完全遮瑕我的黑眼圈 這邊因為今天鼻敏感 我整個人都很癢 所以皮膚薄的地方它就紅了出來 但沒有東西的 摸下去是平滑的 通常我都是薄薄一層 先調色 然後就會用這個 遮瑕度極高 4色遮瑕 來自韓國的 以遮瑕膏來說 它一點也不乾 我會在最厲害黑眼圈的這個位置下筆 它的遮瑕度也相當之好 然後我就會用旁邊這兩個顏色混合來用 在黑眼圈的底部這裡畫幾筆 一樣都是拍開它 我想效果不用說 大家看得出分別的 讓我遮瑕這邊 它是不乾的 你會看到沒有乾紋 沒有卡在紋上的 所以這款我真的覺得很適合遮瑕眼圈 如果不用調色的話 其實我試過單用它會有一點點顯灰 因為我的黑眼圈真的很厲害 粉底方面 今天我會用MAKE UP FOREVER的HD Skin 我先擠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色號是1N10 推開的時候它是奶油的 你會看到慢慢變成霧面的 沒有一開始那麼有光澤 這款粉底我覺得它非常適合混合肌 油肌的朋友 因為它很快設定好 現在已經超清爽 如果是同樣乾肌的話 就要做保濕的打底 我覺得會比較好 除了眼底下過遮瑕膏的地方 我會定定妝 其他的位置我都不會用碎粉定妝 它也是可以保持的 我對它的期望就是再熱一點 夏天的時候想看它的持妝度如何 所以粉底測試我會留在熱一點的時候 現在有空又冷一下有空又熱一下 很難測試粉底 眼底碎粉我用NAS的這一盒 因為很方便 我沒試過用到一個碎粉 是可以完全這樣也不飛粉 然後粉是很細滑 我是挺喜歡的 最重要是用在眼底也不會乾 收容方面 我打算用完這一盒就去買新的 沒想到買哪一款 我今天就會用Weflon的這款眼影 它是開架 非常繽紛的顏色 裡面是什麼顏色都有 有些紅紅橙橙 有藍色紫色 顯色度方面 它是比較透薄的 不算很飽和 如果很飽和的話 那些顏色我都不知道怎樣carry 幸好它是比較透的 首先就是用橙色來打底 眼線方面我買了這個韓國牌子 一樣都是買啡色的 我會比較喜歡的 你看到畫完之後 因為上面這些還沒乾 但是它不會溶 不會化全天都保持得很好的 它的筆頭實在是太輕飄飄了 所以有時候我都還沒習慣 怎樣去控制方向 但是它的出水度都算平均的 是舒服很滑 而且是很順滑的 然後我就用這個啡紅色 稍微混合一混合開這條眼線 再之後我就用一個金色 塑上眼皮前半角 如果你問我的話 它的粉質是沒有專櫃眼影那麼滑的 然後閃粉的顏色 它是有一點偏光的 它不是閃出宇宙那種 但是也有適當的閃亮度 Mascara上次用了MUDE 這次用THIM 都是韓國牌子的 兩款都好用的 THIM這個會比較濕潤 然後MUDE會乾爽一點 然後一盒就可以搞定 胭脂和highlighter Share Tilbury 它們最新出限量的Pillow Top Multi Glow 我用的色號是Dreamlight 一個很漂亮的珊瑚香檳金色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用淺色的 那一個做highlighter 但是深色的這個 真的很方便 它的顏色是非常健康 很有元氣的 你會看到它glowy的效果 很漂亮 而且不會顯毛孔 所以這盒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都覺得是買得過的 唇膏方面 我有很多新的都很喜歡 這兩款 它們是很像的 這個是Share Tilbury的Lip & Cheek Glow 它的顏色是比較偏向豆沙色 它上唇的效果是很貼服的 慢慢疊加上去都是很自然的顏色 非常之日常可以用到 而跟它很相似的顏色就是 就是Revalon的這款Shine 008 顏色會再偏紅多一點點 但是它的光澤感是超級強的 完全不需要用潤唇膏 是很好滑 它可以修飾到唇紋沒有那麼明顯 而另一個我最近也是瘋狂用的 就是Make Up Forever這支134號色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白鑿奶茶色 又是很容易畫 又有光澤的 可以說是我最近用過最適合自己的MLBB顏色 素顏用或者是你很淡妝用 都完全超自然 再啡橙色一點 我買了Romaine的這個5號色 它是介乎於南瓜色和楓葉色的中間 這款是會偏絲絨一點的 沒有剛才的唇膏那麼順滑 所以你會看到唇紋都明顯一點 這個顏色不太適合今天的妝 我又轉一轉 我還因為包裝買了CLEO的這兩款 覺得很漂亮 顏色方面會偏夏日一點 不知為什麼我選了這個 類似死亡BB粉 其實這顏色是不配我的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染唇效果 剛剛塗完一抹已經是stain了 不知今天的妝搭不搭這顏色 你會看到很透薄的 不是很飽和的顏色 但是很多時候我會用它來打底 就算吃完也好 它都不會完全沒有了 會還有少少底色在嘴唇上 我用這個07號色是霧面的 然後很輕身 完全不像塗了唇膏 沒有負擔感 然後是不會怎樣交換的 大家戴口罩都可以用這個 很便宜的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才是幾十一百元 是開架價錢來的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介意我發來發去 都是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妝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在錄的衣服和日是在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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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